大家好 今天聊两个话题 两个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热的热门话题 热门事件 第一个事件就是发生在福建莆田的一宗恶性杀人案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就是莆田的一个农民叫做欧金钟 他因为和邻居的这种土地和建房的争执 当然了按照网上的说法 他经过了五年的这种合法的去想诉求 去信访去找这个政府解决 也都没有办法解决 而且这件事情愈演愈烈 他们家因为就是被逼和他的母亲一起住在这个铁皮房子里面 临时他自己住的房子没有办法去修 去建起来 因为和邻居之间的这种这种极度的矛盾 邻居在这种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信息 也被认为是一个有点像那种春靶一样的那种人物 长期欺压他吧 他最后也就是忍无可忍 其实中国这样的案子非常之多 像类似这样忍无可忍 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这个案子 案子得到的舆论反响非常的不同 大部分人压倒性的人 网民都是支持他的 就把他看成是一个弱者 把他看成是一个弱者的反抗 他不光是对一个欺压他的人的反抗 而是同时也是 因为他长期也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这种合法的要求 他去按部就班的去想解决这件事情 但没有人帮他解决 他实际上也是对制度的一次反抗 所以实际上他在网上 赢得了一个压倒性的舆论支持 这点是比较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点上在舆论上呢 我觉得可能中共的官方媒体会逐步的开始控制这件事情 他会把这件事情进行一个转向 他会就是逐步放出更多的信息 不利于这个欧金钟的信息也许会放出来 因为他毕竟不想这件事情发展到 这个群体舆论对制度的一次挑战 就是他的第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第二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这件事情之所以吵得比较热 和那个当时事发之后发出来的一个通缉令 或者官方的一个通知这种有关 这个通缉令是什么呢 就是发出了这个杀人犯 就是欧金钟的这个照片 并且是说悬赏 如果你报告他活人在哪 他奖励你两万块钱 如果你能够找到他的死尸 他奖励五万块钱 这个就让大家非常的诧异 这个意思就是在鼓励大家抓住这个人 并且不择手段 你可以把他打死 这个是一个非常 你作为官方 你作为政府 你要把他 你应该是自己的执法部门 去抓住这个嫌犯 你不应该鼓励一般的平民百姓 私人 动用手段 动用武力去击杀人 因为你不是执法机关 你只要采用手段 就政府鼓励你说 把这个人杀死了 你就去这样做的话 你绝对是违法的 所以这个政府 他在发这种 所谓的通缉令的时候 他自己就是违法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 大家没有在评判 他违不违法 只是说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你让他鼓励大家去 把这个欧金钟杀死吗 然后这件事情呢 就这个通缉令呢 就把这个舆论就吵上去了 就这个非常奇怪 他这样说 我个人在评论他两句 我说第一 大家对这个舆论 对欧金钟的普遍的知识 他是有民意基础的 他的民意基础就是 中国的农村 一直是一个非常 可以说是一个法外之地 可以说是 他是完全没有法治的 完全是用一种 地痞流氓的手段在统治 特别是农村的基层 中共呢 一直是有意地 把自己在农村的统治 放手给一些 那个地痞流氓来做 也就是他是正一只眼 闭一只眼 在这种村啊 大队啊 小队啊 小组啊 这种 这种 这种层面 这种层面的时候 或者邻居之间 他们 农民的邻居之间 发生这种 各种复杂的矛盾的时候 往往解决这个矛盾的 就是靠武力 就是靠谁更流氓 谁更痞 而那种 在这种村里边的这种 流氓地痞 就是靠着 蛮不讲理 蛮恨 就动不动 就拿着刀上 或者拿出手上的这种人 他往往会获得重用 他往往会被围以一种 大队长啊 小队长啊 组长啊 什么村长啊 这种这种角色 为什么中共他会 他不愿意把法治引入到农村呢 这不是说 这农村的老百姓 这个数字低 就不应该去法治 不管数字低 或者数字高 法治是必须的 你如果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 尽管你的法治 也许是 其实是一个表面上的东西 但他即使是表面上的东西 他都不愿意去引入 而中共事实上 让农村是被这些地比人马统治的 又有它的原因 深层次的原因 这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故意想让地比人马来统治它 是因为他不想真正的在农村里面实现法治 农村只要实现法治 对中共是很不利的 其实中国老百姓最喜欢讲法治的 最喜欢讲道理的 你如果有一个地方讲道理 你如果基层的农村 也把进行真正的法治 谁有道理用法律来评判不就完了吗 而不是靠实力 不是靠谁的利器打谁都搁不出 不是靠黑帮的 黑帮统治的这种方式来统治的话 那你用法治 照样可以让农村这些所有的矛盾 不被积累 完完整整的 很比较完美的解决 这些矛盾都是可以解决的 只要你用法治的时候 但他故意不这样做 原因是因为农民是 中共盘包的最厉害的一个阶级 他故意 他就是要从农民身上 不知道压榨多少的东西出来 所以他知道 他不能够把法治和公平 引入到农村 他一旦把法治和公平引入到农村了 农村农民就会用这个武器 来跟他较之 你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要剥夺我的权利 我应该有这样那样的权利 所以中共就放手 让他继承 在这个统治农民的最基层的那些组织 放手让这些地痞流氓 伤为 他就故意让这些地痞流氓 谁在这个村里面最霸道 他就会当村长 他就会当队长 他就会说了算 这就是农村是非常黑的 我为什么知道这一点 我不是在农村长大 但是我外婆是农村 我小的时候经常去我外婆家 他农村还是大城市边上的一个农村 但是的的确是地道的农村 我外婆家是三个大学生 他们平时都不住在我外婆家里面 但是我外婆当时在 操管理 他的这个宅基地 他还有田 他还种了地 当然他儿媳妇 有个儿媳妇也跟着在那种地 这个时候呢 就跟邻居之间有土地的纠纷 这个农村之间 户户户之间 土地的纠纷是最常见的一种纠纷 你多占了一个东西 我占了一个东西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因为缺乏法制造成的 你用法律化跟县 这张东同意了之后 以后拿文本出来一对 谁那条县化在哪个地方 不就完了吗 当然了 我们可以说 那个时代 也许他还没有这种条件来做到 但是事实上就是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对方就焦急自己的兄弟 怎么全部喊起来 拿着锄头 拿着刀 就这种样子 拿着扁担 就是说我要打架的样子 甚至不怕出人命 那这边 我外婆这边呢 她也只好把自己的儿子 怎么喊回去 我当时作为 我也在场 我只是小孩了 但我就看到那种 剑把鲁章的状态 就是为了一点小矛盾 双方就是要看谁的实力强 你家有几个壮汉站出来 我们这边也有几个壮汉站出来 表示我不服 不服输 这个时候可能 双方才能打成某种妥协 否则的话 那边这边是锅儿寡魔 那边是几个壮汉 那那几个壮汉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而且他没有任何 可以诉求的地方 你被别人占了 你的地被别人占掉了 你被别人什么 你的利益被损害了 你都没有办法 而且那些人呢 往往最恨的那些人 就是这个大队长 就是村长 所以 所以农村是很黑的 所以这个欧金钟的这个案件出来之后呢 得了中国舆论的普遍支持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很多人 他特别是大家知道农村情况 在农村待过 或者是在农村有亲戚的人 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们很支持欧金钟 因为这个欧金钟也是被逼到 一个绝路上之后 他也是在那有证据嘛 而且他以前被证明是一个好人 什么救海豚啊 他也挽救过甚至救过人的生命 所以这个人还不是一般的农民 他还是一个真的很不错的农民 而他已经被欺 压到这个地步 必须得动手去杀人 他杀人对他有什么好处 他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母 八十九岁的母亲 他只能逃 现在亡命天涯这种样子 逃病的这种样子 他有什么好处 他只是这种人 恰恰动手杀人的人 是被逼到绝路上 没有任何办法 最后的这种呐喊 可以说是 所以他得到了中国人的同情 还有一个 为什么这个政府会悬赏 五万块钱把他杀掉 就是他死了还给五万悬赏 他活了你抓回来 或者你报告 他给两万少给一点 为什么 是因为政府不想他回来之后 再审这件事情 他最喜欢政府真的想干的 中共想看到的是 就是欧军中死掉 你最好被这些其他农民 为了利益给他杀了 他这个政府没有占任何事情 政府也为了 他死了之后 你就不会再去 我们再来公平的审判 研究一下案子 立个案 怎么样判断 就拉平了 他这件事情就抹过去了 他不想把这件事情接得太多 一旦这个人活着回来 欧军中活着抓回来之后 全国舆论这么聚焦的情况下 你不得认认真真地审一下 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就有可能闹大了 因为中共在农村的基层 是非常黑暗的 他们真的是见不得光的 所以这种案子出现之后 他都不想见光 因为一旦从这个案子 就会扯出了好多后面的东西出来 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可能扯得出来 这地方官方根本不愿意 这种东西被暴露出来 所以他更愿意说 这直播他做得很粗糙了 他认为农民之见 可能有人会为了利益 把他出卖了 而且顺手他想让别人就把欧军中杀掉 就算了 你看中国的这个基层筒 这些农村的基层筒 已经黑帮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就是中国的农村的现实 这个是很黑色的一件事情 欧军中还没有抓到 但是我们期待这个事情的怎么发展 希望他别抓到了 或者他希望他真的 比如说能逃到台湾 或者什么其他的地方 咱们还真的很难说 但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他躲在那么多山林里面的话 他最终还是有可能会被发现 但是这件事情 我认为往后发展 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不利 他的信息会出来 然后最后把他塑造成一个坏人 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朝 议论会朝那方面反转 好 我再谈第二个这种事情 就是最近出了这首歌 马来西亚的华人作曲家 反正挺有名的 但我最近不是特别关注 所以我不了解这些歌星 马来西亚的一个男歌手 和一个澳洲的女歌手 都是华人 他们合作了一首歌 这首歌叫做《玻璃心》 就是抱歉你的玻璃心 就是很有意思这首歌 当时我看网上一出来之后 就说这首歌很敏感 这个出来之后其实还没火 当时 然后就说中国就把这两个人的微博 因为他们是全球文明的艺人 然后他们在中国有微博 还有自己的粉丝团 但是这首歌一出来 他们的微博立刻就封杀了 而且这首歌 据说在微信上只要你一转 这个群都有可能会被封 然后原来的那个视频 也根本就转不了 然后有人就是打了个名字 哎呀我看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就去听了一下 歌是非常有意思啊 然后我去听呢 我第一遍呢 我觉得这歌的歌词呢 写的还是比较软的 我觉得还有没有那么好强的火力嘛 这火药味还是比较淡的 他还是不想 还写的很可爱嘛 一个熊猫在那跳来跳去 当然这个歌本身是讽刺 小粉红的 从小粉红呢 也讽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啊 习近平啊 因为他里面提到什么习近平 呃 十里不换肩啊 这种 这种段子啊 这种典故 呃 提的 里面的涉及到的这种敏感 敏感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后来呢 我在听更多遍的时候 再看一下别人对这个分析 我能够体会到 他的第一句这个 这个东西是非常敏感的 他当然提到的东西 就是什么新疆棉花 呃 什么韭菜啊 收割这样东西啊 他中国的六亿人 只有一千块钱的收入啊 啊 什么大撒币啊 什么特别是这个蝙蝠啊 特别是把蝙蝠炖了 这个实际上 你就是说 他把这个病毒输出了 他是用蝙蝠和果子里 都提到了啊 这种东西 啊 最后玻璃心打碎了 你玻璃心 就是 他就是对整个中国的粉红 以及中国共产党啊 他做的这些 最近的这些事儿 他进行了一个 嘲弄 嘲弄啊 但是 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什么呢 或者最让人觉得 嗯 他还是很厉害的一点 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 他们两个作为比较有名的这种 啊 艺人啊 他是 是一种调侃 他就是 你一旦这个东西啊 你一旦对中共 你像 你正儿八经的 对中共的东西 进行分析批判也好 你 你来进行一个 揭发也好 你来 你怎么着 那很严肃啊 你还是 你针锋相对一样 还是很严肃 但是呢 他用的是一种艺术手段 艺术手段就是 他是一种嘲弄 他是一种搞笑 因为里边那个熊猫 实际上就代表着 中共啊 就是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时候 他就代表着习近平本人 那他这个熊猫 这个是一种可爱的 但是又很笨的 但是又有点邪恶 又有邪恶的 但是时势中中是一个被嘈弄的 被讽刺 被嘈弄 被欺落的 这样一个对象 而这个一个独裁者 或者是一个独裁政党啊 他最怕的一点就是 人们不怕他 人们不怕他之后呢 就敢嘈弄他 人们开始取笑他嘈弄他 特别是一种艺术的形式 因为这个歌写得很好 特别上口 他里面有这种抒情歌的这种曲调 也有那种rap 就是那种说唱的一段 这个风格也好 他拍的这个视频拍的也很好 所以就是很扬眼 或者很重听 所以传播力也很强 所以最近几天他一下子几百万的阅读量 在这个点击量 在油管上 所以呢 他是用艺术的手段之后呢 创造出来 他就表 直接的效果就是对独裁者 对你的这个貌似世界上不可一世的 这种强大的力量的一种不屑 第一种嘲弄 我开玩笑 你奈我何 就是 我不把你当回事 一个独裁者最怕的就是 贫民百姓不把他当回事 因为独裁者是 他希望达桑的特点是这样 是他的名字喊出来 你打下瑟瑟发抖 你都不敢说他 然后说不定还得跪着 然后怕的 你越不敢说 你越害怕 他越高兴 因为他的权威 他的统治 就建立在你的恐惧之上 但是有人居然把这个艺术品 把这个歌曲编出来了 这个歌曲极尽嘲讽之能事 因为我多听了几遍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歌曲 真的非常犀利 非常的辛辣 那个可以说是在 在用刀子 在向他扔飞镖这种 而他根本不把你当回事 这个艺人就直接用这种方式 来嘲弄你 得搞笑你 在笑话你 意思就是他不怕你 他开你的玩笑 他逗你 他欺诺你 这点是一个独裁者最害怕的 独裁者最害怕的是 贫民百姓不怕他 贫民百姓开他的玩笑 开始嘲弄他了 开始笑话他 他的同事也就完了 这就是独裁者最害怕的地方 而这首歌就具有这样的能力 这首歌可能只是一个开头 这个也很奇怪啊 你看这个中共的这种恐吓 它是一 它最拿手的就是用经济的方式 就是你要和我过不去 那我就在经济 我就在经济搞你 比如说澳洲 澳洲作为一个国家 中共都不把你放在眼里的 中共搞澳洲是非常 然后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还不会认错 他还是照搞你不武 就是要把他就算是自己牺牲掉很多的利益 他也要搞你 就是他留的地方 所以很多个人说实际稍微差一点 他根本就不敢跟中共对着干的 只要被搞了 他自己的利益没有了 他怎么办 所以很多这种公司都是道歉 中国只要你说你辱花了 比如最近说你辱花了 你罚你的款 那这些公司都是要马上道歉 马上赔礼道歉撤出 所以搞出中共那边就特别玻璃性 特别特别玻璃性 动不动就发皮 所谓的玻璃性实际上是这种暴雷 他就是容不得你对他的半点的 对他的半点的 说半个步子 他容不得你对他 有这种态度 他的权威是必须的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当然突然这两个艺人 他真的连自己的无所谓 他们对自己的利益 当然可能他们利益也不在大陆 他们也不怕大陆封杀他 他们敢站出来 用这种辛辣的搞笑的讽刺 而且这种讽刺非常对胃口 而且因为很多人都是这种感觉 你在海外 你在中国不知道 你在中国呢 很可能掉到这个小粉红的漩涡当中 那不是小粉红的 在中国人 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发生机会 早就被封嘴了 早就被封住了 一个胶带了 早就胶带贴在嘴上了 而 中国的那个主流媒体里面 煽动着那些老百姓 各个变成像精神病一样的小粉红 他们就没有注意到 海外已经对他形成这个共识了 那就是他们的这种 所谓的玻璃心 这个玻璃心之后 掩藏着他们这种霸道 和他们这种污里 而实际上在海外的 无论你是在海外华人也好 海外的主流媒体 甚至各个国家的主流 人民群众 他们都感觉到你们是很可笑 你们是很可笑 他们都瞧不起 你看那个MV当中 这个Music TV里面 这个拍的这个视频里面 歌曲视频里面 这个熊猫就是一个可笑 傻乎乎的 在那被嘲弄的 熊猫不是一个很可爱的样子 而是一个非常stupid 非常愚蠢的 大家可以笑话的一个形象 所以呢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所以他会真正激藏起 非常大的共鸣出来 这个让我想起 我在国内也是跟 早去年 这个在疫情当中的时候 跟那些高中同学 我就转了一些国外的信息过去 那马上那些人就很敏感 就就跟我 针锋相对的吵 我当然没跟他们吵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特别的敏感 然后呢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你们真是玻璃心啊 这个我们只是谈了疫情 你不要把这个东西搞成 我对你们 或者对这个 这个共产党 或者对你们这个社会 有什么意见啊 他们就是觉得 你只要对中国有所不满的地方 你只要对共产党做的东西 或者说中国的某些现象 有不满的地方 你就是对中国不满 你就对他们不满 他面子上就挂不下去 所以他们是真正的是 滴滴当道的玻璃心 他们真的应该好好地检查一下 自己为什么这么玻璃心 到底已经有点 情绪上心理上的问题了 所以今天这个歌 也把这点非常犀利地表现出来 好 今天先讲这么多 咱们下午再聊 拜拜